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公元1292年12月,泉州港内旌旗招展,一千条战舰整装待发,根据原始《找挖传》里的记载,忽必列命令大将使臂高兴,以黑迷石率福建,江西,湖广丁里二万,携带一年的粮食,四万订的军费,从泉州出发,出兵征伐万里之外的印度尼。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即便是三百年后的西班牙无敌大舰队,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人的航海技术,此时早已登峰造极,仅仅经过三个月的航行,两万多大军就已经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登陆,兵临爪哇城下。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感到一点震撼? 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他们只知道郑河的大舰队,他们以为那才是中国人航海技术的巅峰,但是事实上,早在郑河出发前的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成为了海洋的主人, 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船队规模,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今天我们往往把古代欧洲人的航海成就,吹得天花乱坠,以为只有他们才上演过那些史诗般的海上战役。 但是你要读过原始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些让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英西大海战,英河大海战,英法大海战,规模小的,简直就像是小孩在玩过家家。 根据原始《安南传》里的记载,公元1287年,乌马尔反击率领五百艘援军战舰,在南中国海靠近越南海岸的安邦口,和四百艘越南人的战舰相遇,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后援军大获全胜,斩首四千余击,生擒百余人,多七舟百艘。 公元1288年,援军在进攻越南的登陆作战中,阿八赤将前锋,夺关西桥,破三江口,攻下宝三十二,斩数万余几,得二百艘船,米十一万三千余史。 乌马尔由大胖口赴塔山,与贼船千余,几只得米四万余史。 而且你不要以为欧洲人是战无不胜的,事实上中国人也是所向披靡的,援军在进攻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在正面战场一样无人能敌,而且战役规模之大,根本就不是同时代的欧洲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我就从名人宋连所著的元史、黎泽著、武上清典教的安南志略,以及已经不知道作者的元朝争勉录里,随便给你摘录几段,让你看看当时的中国人是何等的勇猛。 元军在登陆印度尼西亚以后,对葛朗国发动了进攻,连三战,贼败崩溃,拥入和死者数万人,杀五千余人。 元军在进攻缅甸的战斗中,十九日,破旗将投城,击杀万余人,引兵万人攻免移,转斗深入,杀戮诸重极尽。 元军在进攻越南的战斗中,元朝将领梭都从海上发动登陆战,战成营战,兵好二十万。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后来的欧洲人才牛逼,事实上早在他们到达亚洲的几百年前,中国人就已经雄起了。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他们的科技有多先进,宋元的造舰技术,欧洲人即使开始了大航海以后,也花了二百年才追上。 事实上,早在宋代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能造出,可以承载上千人的远洋巨舰。 这可不是我瞎吹的,而是由史料为证据的,根据摩洛哥旅行家一本白涂胎的记载,他曾经在印度的卡里卡特,看见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十三艘中国船只,其中最大的一艘可以装载上千人。 这肯定是好几千吨的排水量了。 这个记录是在公元1119年的事情,中国还是在北宋的时候,所以二百年以后,正合的宝船会有几千吨,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可笑的是,很多欧洲的历史学家居然还会觉得这个记载不可靠,而且很多中国的学者也跟着瞎起哄。 只能说,他们要么就是戴着有色眼镜,要么就是学艺不惊。 如果我们再把蒸伐日本也算进去的话,光是在原始中出现的战舰数量,就多达数千艘,这些都是集中在忽必烈异潮的事情,而且都是巨大的海船。 由此可见,中国当时造船能力之强,所以反过来也证明,中国当时拥有的商船数量,绝对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巨大数字,因此也进一步地佐证了,为什么会有几十万阿拉伯商人客居在中国。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一个今天的史学界从来就没有讲清楚的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后来突然对海外不感兴趣了,开始闭关锁国了呢? 现在我们的解释,大体上都说朱元璋是个农民,目光短浅,明朝的大臣们都是一群呆鸟,只关注四书五经,沉迷于孔孟之道,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毫无兴趣。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突然直接脑袋短路,集体弱智了。 这个解释可靠吗?你别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真就相信了这种说法,特别是读了一大堆西方人的著作,再加上看了《大国的崛起》这类电视片,让我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确实是脑子有病,因此我们落后了,但这是事实吗? 当然不是,只是我的脑子一度被某些人给袭傻了,居然会相信如此荒诞的说法,那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能创造一个帝国的豪杰们,怎么可能会是一群白痴? 那么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首先从中国人为什么放弃了殖民海外说起,原因很简单,没有搞到,成本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甜头,所以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后,保持了这种惯性。 但是当他在北京坐稳了龙椅以后,他忽然发现,元朝已经无法向西扩展,他的殊职兄弟们建立的茶河台汉国,卧库台汉国,金战汉国,都已经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只有屹立汉国和他关系不错,但是双方之间的陆路联系已经被断绝,所以要想骑着马去征服欧亚大陆。 对于元朝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但是在忽必烈的血液里,还流淌着蒙古人原始的冲动,他还怀揣着一个征服世界的执着,虽然不能向西,但是向东和向南总是可以的吧。 于是在元朝建立后不久,忽必烈就派出了使者,通知日本的天皇,缅甸和越南的国王,还有东南亚各地的部落酋长,命令他们立刻到北京来,跪在地上叫爸爸。 这些遥远的蛮夷们,显然不知道蒙古人的厉害,东南亚的小国对蒙古人置之不理,印度尼西亚的土帮酋长,竟然觉得受了侮辱,立刻在蒙古人使者的脸上用刀作画。 日本人更是桥骜不逊,直接就杀死了蒙古使者。 忽必烈怒了,但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是异常的高兴,这给了他开战的借口。 于是蒙古人开始了两征日本,南征战城,吕征安南,三征缅甸,远征印度尼西亚。 客观地讲,这里面除了进攻日本是完败以外,在东南亚战场上,蒙古人都占了上风,但是蒙古人却很难长期占领这些地方,因为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守护住了这些遥远的东南亚国家。 那么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动物是什么呢? 它就是蚊子,一个嗡嗡乱叫,让人心烦的小虫子,它传播的瘧疾和黄热病,让蒙古军每次都在大胜之后都会陷入了大义,然后就丧失了战斗力。 所以,东南亚各国,虽然每次都在战场上被打得满地找牙,但是只要他们藏起来躲一段时间,蚊子就会替他们干掉来自北方的侵略者,让他们要么就赶紧灰溜溜地撤退,要么就躺在营地里,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打着白子刃他们在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南亚文明能发展到今天,实在是应该感谢蚊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神。 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和当时的中国相比,东南亚穷得就像是一群叫花子,这就好比是一个百万富翁,突然动了贪念,一脚踹开了一个要犯家的大门, 可是进屋一看,除了几间破衣烂山,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硬要留在别人家里,不仅仅要忍受一屋子的跳蚤臭虫,还要防得对方时不时从窗口丢进来的板砖,所以你说你留在他家里还有啥意思? 因此不是中国人没有进取心,而是茂密的雨林决定了,除了香料以外,任何东南亚的物产运往中国,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徒劳, 因此,援军在南清的过程中,抢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战礼品,从上到下渐渐都失去了兴趣,而香料这东西,早就有阿拉伯商人运往了中国,根本用不着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抢, 因此,为什么朱元璋后来会宣布,永不征伐周围的15个国家,这就和美国今天很少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原因一样,不是人好,是因为没劲,花点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实在是没必要打得头破血流,这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可是接下来,中国人为什么突然对海外贸易也不感兴趣了呢?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这是给讲清楚了,元朝和明朝的经济政策,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 有人说,宋朝是中国最发达的商业社会,其实元朝才把自由经济发展到了极致,而且元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蒙古人对儒家不太上心,导致他们统治能力低下, 所以元朝就是现在自由经济学派,比如福雷德里曼那些人口中的天堂,小政府,大社会,一切都按照商业法则运行,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元朝似乎要跑步进入资本主义 亚当斯密告诉我们,要想变得国富民强,出口,出口还是出口,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别说五百年后的这个苏格兰人,他还真就蒙对了,元朝的一切故事都是从海外贸易开始 前面我们讲了,光是泉州就有几十万阿拉伯人,所以元朝一开国,就是以一个外贸为导向的商业社会,当时中国的两大拳头产品,丝绸和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因此刺激了国内的生产 根据江西通知经政略里的记载,单单一个景德镇,就有了三百多个窑口,几十万工人 如果加上浙江的龙泉,福建的德华,广州的佛山,东莞和阳江等地,全国从事致辞和致辞上下游行业的,多达上百万人 所以,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说过,这种瓷器在中国的刺统泉州和随尼随兰广州制造,价格如同陶器在我国一样低廉 这些瓷器被销往印度地区,直指我国的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事实上,即便到了欧洲时期,十八世纪,很多国家的工人总数还没有元代的致辞工人多 元代的纺织业也是空前发达,形成了四川,江浙和山东三大产区 根据元代诗人戴梁在九陵山坊级里的描述,成都的纺织业规模空前,达到了千家万户夜灯起,及其渣渣满城市 根据《大圆寺修演碑》里的记载,都江浙一带坠开仿计之处以千万计,似是流转而不穷,数仅就是当时的LV和爱马仕 至于江浙一带,就更不得了,杭州出现了完全脱产的纺织工人 根据《山居新话》里的记载,民集手工业以工一室,常常通宵达旦,使商工为伙,有私甚扰 根据范金民在元代江南丝绸业论述里提供的数据,南京和湖州一带的税丝数量,达到了宋代的三倍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最近大火的美国人斯文贝克特所写的《棉花帝国》这本书 按照他的说法,棉纺之夜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 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元朝肯定是应该进入资本主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中学课本上学过的,关于黄道婆的故事 他就是元朝人,他把当年从海南学到的棉纺织技术传回了今天的上海松江一带 让上海成为了全国的棉纺织中心,而且产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每年光是纳税就超过了十万匹棉布,整整比英国人早了三百年 这是上海的第一次崛起,下一次要到了鸦片战争以后 上海变成外国人的租界,上海才再次变成了全国的棉纺制中心 元代制造业的高度发达,自然带动了社会的大分工 重丧的专门重丧,养残的专门养残,抽丝的专门抽丝 在棉纺制行业里,纺纱和纺布被完全分开 这离我就不惜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河北大学琉丽亚的博士论文 元代的手工业,济南大学王秀丽的博士论文 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 高度的社会分工还带来了两个结果 第一就是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元代桑,盐,麻在农作物中的种植比例 是中国历朝历代里最高的,而且受到了政府极大的鼓励 这一点在原始,元典章和农书以及农桑级要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这些数据都很枯燥,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高度分工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元代吃商品粮的人 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多的 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非常多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元代大搞基础建设 修通了大运河,而且大力发展海运 所以南两北调的规模,远不是后来明清可以比拟的 除了这些,元代的重工业也非常发达 由于元代的造船规模非常巨大 因此带动元代的矿山开采,冶金行业也非常繁荣 你想想,光是忽必烈一朝,就建造了几千艘展建 这还不算民用的商船,欧洲到时期 十八世纪也不过如此 而且元代的思想十分开放 由于蒙古人没文化,所以听你讲什么都觉得有道理 因此不仅仅是儒家学说,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都可以随意传播 而且元朝人对技术特别崇拜 突成之前,都要先把工匠挑出来 所以元代出现了水利纺车,多顶织布机 根据王真农书里的记载 昼夜纺计百金的水利织布机,在江南已经被推广使用 另外,元代的商业资本非常充足 明初为朱元璋捐资修建南京城的沈万三 就是元末专门做海外贸易的大进出口商 像他这种财富等级的人,在元代一抓一打把 根本不算各市,福山曹市,常山徐市,刘市,杭州谢市 以及和沈万三齐名的孤英,个个都富可敌国 而且,元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多人不参加科举 许多人当了官以后,也会下海经商 看到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 连身为文学艺术家的赵孟甫都被培养出了经济头脑 屡屡将自家资产变对为超 请费拱臣代为富博经营 这大概就是股份公司的雏形了吧 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北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所有资本主义萌芽 元代全都具备 所以,国内外的学者一般不谈原始 谈着头痛 没法用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去解释 只能忽略不提 实在要谈谈中国人的航海壮举 一般只讲政河 非要讨论一下在中国诞生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般都讲明末 但是明代所达到的境界和元代相比 那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 说实话,我对这种故意忽略原始的倾向一度非常困惑 我曾经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纪录片 几个专家一本正经的讨论 政河的船队最远是否到达过波斯湾 是否去过非洲 是否这就是中国人去过最远的地方 看到这里,惊得我眯封眼大睁 难道他们不知道 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汉国 已经到达了地中海边上 元朝的使者和商船 每年都络绎不绝地来往于 霍尔木兹海峡和泉州港 埃及马穆鲁克第二大的贸易对象就是宋元 中国人早就穿过了红海到达了苏伊市 这些问题对于专家的来说 难道还不知道答案吗 但他们看起来 好像真就不知道元朝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就像今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 两万多援军曾经讨伐过印度尼西亚一样 同在东南亚其他战场类似 援军一开始连战连胜 可是土人们这时还都是光着屁股的 所以元军在找挖倒 连毛都没有耗到一根 接下来又架不住文丁重咬 导致疫病流行 然后土人又反复无常 石箱石畔 打起了游击 让全军上下士气低落 人人归心死见 最后在付出了三千人的损失后 援军又撤回了泉州港 后来忽必烈又组织了第二次远征 但是在大军出发之前 他就一命呜呼了 接下来 元朝的皇帝和大臣们 没有忽必烈那么执着 都不想再劳实远征了 因为除了抓了几个土帮的国王和酋长 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值得再次开战 这大概是中华帝国自由式以来 丁峰所指最难的地方了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的 北米纳哈撒险沙湾案 有一个石冠群 里面共有144个石冠 据说就是蒙古人留下的 这里的居民 据说也是蒙古人的后裔 是当初那些留下来没走的士兵 娶了当地的妇女 然后定居了下来 不过他们的后代 已经改姓了伊斯兰教 从外貌上也分不出 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的区别了 不论最后战争的结果如何 但是元朝人所表现出来的 如此高超的航海技巧 能穿越波涛汹涌 广袤无垠的南中国海 在万里之外来去自如 实在是让人惊叹 更让人惊叹的是 忽必烈发动了如此多场 征服东南亚和日本的战争 经济上居然没有垮台 而且国内还欣欣向荣 可见商业社会 确实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接下来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万事俱备 不请东风的元朝 怎么就没有爆发工业革命 反而请客之间就崩溃了呢 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 再长估计大家看起来就要头痛了 所以我们下一篇再来揭晓谜谊 归音论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告诉你元朝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带入小农经济 我们下一篇见